到底要怎麼面對恢復正常生活這件事 我目前啦 我倒是沒有什麼其他的新的想法 我目前的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說 恢復正常生活的條件一定是疫苗覆蓋率 這個一樣也是有邏輯可循 我必須要講沒有疫苗 大概真的沒有什麼恢復正常生活的條件 因為大家慢慢已經成為 甚至國際上成為主流 就是說這個新冠流感化 然後跟新冠共存 這才是大家一起面對的事情 也比較貼合這個現實的壓力 也比較貼合這樣的事情 那既然是流感化跟共存 已經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也是大家要做的事情 那請問確診人數還重要嗎 我們就大膽一點去講這個事 確診人數還重要 30 50跟300 500有差嗎 已經不是重點 因為就像我們從來不會去計算 每一年都有流感 我們每一年都會去計算流感的 確診人數跟死亡人數嗎 不太會吧 死亡人數會啦 會報導吧 今年流感特別嚴重 這個老人家死很多要注意 這個會這樣 所以面對一個流感化的疫情 關注的是重症跟死亡 不是關注確診 不是關注確診 所以問題已經不是確診人數了 問題是疫苗接種率 問題是重症率 問題是死亡率 為什麼重點在疫苗接種率 因為疫苗不是防不被感染而已 疫苗是防重症防死亡 感染了就感冒 不會轉中沒事嘛 在家休息就完 新加坡是不是就這樣說 打疫苗不會轉中不要來醫院了 不癱瘓醫療量能 我們才能恢復症狀身 連每天有2萬多確診的英國 都說7月19全面解封 連口罩都不用戴 為什麼 他的邏輯是一致的 他的邏輯是 我們原則上都打了AZ AZ沒有辦法阻止我們得到病毒 確實是如此 但對不起 AZ就是可以讓我們免於重症的危機 既然大家不會轉重症 我們當感冒處理 這個一個國家有 每天有2萬多人感冒 算個什麼事情 認真說起來 算個什麼事情 沒壓力啊 所以重點是不是已經不再確診人數了 已經不再確診人數了 是在於疫苗接種率 在於壓低重症率跟死亡率 打滿 疫苗打好打滿 防重症 防了重症 就防止醫療癱瘓 我不需要再用附加隔離病房 我隔離房幹什麼 這不會怎樣 對不對 感冒的人送隔離病房幹嘛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沒有轉重症就 沒有必要送醫院 沒有必要送醫院就不會醫療癱瘓 沒有醫療癱瘓 就沒有壓力 沒有醫療癱瘓的問題 就不擔心染疫人數增加 如果你不擔心染疫人數增加 你為什麼要控管人流 一環扣著一環來的 一環扣著一環來的 核心問題啊 為什麼大家在乎確診人數 不就是因為在乎確診多 重症就多 重症多 當初突然爆發的時候 雙北那個 重症病患進不了醫院死很多人 才是真正的危機 可是如果重症不多 很多人確診 但是診所看看就沒事了 診所看看就沒事了 那 何必擔心染疫人數變多 所以大膽一點去講這個事 這個才是共存 這個邏輯才是共存 不怕人數變多 不怕確診人數 你控管人流的壓力 才會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之後 你才能解封 你才能恢復正常生活 為什麼新加坡跟英國的概念 是原則上一步到位 該解就全解 他不會跟你在那邊切香腸 為什麼 因為他的底氣是疫苗 可是反觀台灣 我們有這樣的條件 一步到位直接解封嗎 我們做不到 因為我們疫苗覆蓋率現在十幾% 全部照蔡英文總統的進度 7月打完才25% 新加坡8月目標是 目標是三分之二打兩劑 三分之二打兩劑 你看看差多少 差多少 台灣做不到 那做不到的時候 大家就承認現實 我們沒有解封的條件 我們就是沒有解封的條件 這已經不是說 大家對於疫情的恐懼程度 跟恐慌程度的問題 而是客觀上 你沒有解封條件 因為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確定大家不會轉中 你甚至沒有辦法把死亡率壓下來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到都是這樣 你要篩檢沒篩檢 要治療沒治療 要疫苗沒疫苗 你這個解封的關鍵武器 你一向都不具備的時候 高重症高死亡 你只要燃疫一旦疫情趨炎 一旦人數增加 你馬上就會再次面對醫療癱瘓的問題 所以你當然沒條件解封 你當然沒有條件解封 不要騙人 不要騙人 雖然我希望 因為我知道經濟上壓力太大 所以我支持要逐步解封 但是你有沒有條件做這件事 是另外一回事 你沒條件 你沒條件做這件事 那你既然要繼續封 你的命題 政治的問題 我剛剛不是講 問題目的手段執行嗎 那你的問題是什麼 是我在封的前提之下 我怎麼解決服務業的困境 這才是問題 這才是問題 壓力源來自於服務業 來自於服務業的存續 就要針對服務業強力紓困 所以你問我這局要怎麼解 針對服務業再次設計紓困 而且強力紓困 可以進去的衝動 需要詞